汪可寿胡广黄梅献汪可寿能祭三生 仪式为秀才 读书僧四 僧有聘马铲罗居 爱而夺之 后死 明王积极 怒其贪报 法使为罗长四僧 祭生 僧爱护之 欲死无见 稍长 折思头身见骨 又恐父豢养之恩 明伐亦甚 岁安之 数年念满自闭 生亦农人家 堕入能言 父母以为不祥 杀之 乃生汪秀才家 秀才近五旬 得难甚喜 汪生而寥寥 但亦前生已早言死 岁不敢言 至三四岁人皆以为雅 一日复方为文 是由有人过访 头笔出英课 汪 入见父作 不觉寄仰 戴成之 父反见之 问 何人来 家人曰 无知 父大仪 次日故书一提至己上 玄出 少奸即反 一行敲步而入 则见耳扶案间 搞以竖行 忽赌父至 不觉出生 跪求免死 父喜 握手曰 吴家只辱一人 既能闻 家门之姓也 何自逆为 游是异教之独 少年成尽事 观至大同巡抚 未经许可 无论